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李荣浩 接下来请收听好男好女过日子 时间是早上九点 你正在做什么呢 或许正准备开始工作 准备上市场 准备打扫环境 还是正准备泡杯咖啡 这些准备让你的日子更加充实 其实日子也可以简单过 这里没有华丽大舞台 没有亮丽做秀服 没有Tango华尔兹 只有好康 欢乐 时尚诱读会 达人群连番上阵 教你精彩过生活 Hopepo就在好男好女过日子 好的 马上回到用心过日子 来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的青年们会利用 比如说寒假 暑假 或是他休息一年 或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先休息个一年 然后我们就去到国外 去增广见闻 去度假 然后顺便打个工 之类的 所以度假打工 其实近几年来一直都很夯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去了 但是度假打工到底要留一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外交部公共外交协调会 副执行长兼外交部副发言人 李献章 李发言人 是的 你早 是 两位主持人早安 是 当然刚一配有在讲 他度假打工 这当然我们外交部有推了 这样一个青年度假打工计划 那有人把它简称 就叫做打工度假 还是度假打工打 你们在定义上好像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是的 谢谢 这个其实我要证明一下 我们叫度假打工 正确的名称 那跟打工度假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度假打工 原则上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服的一个方式 对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 18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朋友 出国的时候 利用打工的机会 能够资助自己在当地的生活费或旅游 不要伸手跟爸爸妈妈拿钱 这个也就是说鼓励青年朋友 自食其力 然后到国外去拓展自己的事业 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推动是为什么 最主要是政府过去这几年来 有一些辅导青年跟国际接轨的很多的计划 那么外交部当然 走无旁带我们是负责涉外的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增加国际观 能够增加国际的移动力 全球力竞争力 所以度假打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所以你们把年龄设定在18到35就对了 35岁 那等于是有很多已经出了职场的人 其实你们也鼓励他们可以出去看看 有些可能在职场过程转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很希望能够有段时间休息一下 换个轨 然后到国外去进修也好 或是游学也好 而且没有这个度假打工的计划 并没有这个学历的限制 不管你是小学毕业大学毕业研究所 你只要在35岁以内 有些国家是在30岁以内 你都有机会可以申请这个 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现在外交部配合的这些 可以申请的国家有哪一些呢 目前全球有四个国家 在亚太地区来讲就是 纽西兰 澳洲 日本 韩国 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 那么欧洲我们主力是摆在欧洲 因为我们要筛选一些相对民主 这个各方面制度 国家上轨道 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国家 我们来跟他们洽谈 签这个度假打工的协议 在欧洲有九个国家 主要是德国 英国 爱尔兰 比利时 斯洛发克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跟捷克 那很多人都会想说 去欧洲其实不错 可以增广见闻 看到不同的文化 但是大家会担心说 语言的问题OK吗 欧洲的话 是 欧洲因为它是一个多语系的国家 不过英语基本上还是主流了 主流了 所以我们很建议就说 除了你如果有这个打工计划的规划 我们建议你平常就可以准备一下 外语的这个练习 能力的充实 特别是英文 不过有些少数的国家会要求说 你要具备当地的语言 比如说比利时 那我们当然语言不是一个决定 你能不能去参加 是 度假打工的一个条件 但是如果你有相当程度的语言 当然有助于你寻找合适的工作 那你对吸收当地的资讯也好 或者说你再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可以运用你的语言能力 再进行沟通 解决困难 这些都是语言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 不过如果说依照这个年龄成人 想要出国去做这样的动作 就他们就自己去找网络上去Google就好了 为什么我们这外交部还要弄了一个 比如说FB 脸书 设施一些粉丝专业 让大家好像在上面有些资讯可以来获得 这个差异点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就是这几年政府一直在推青年度假打工 还有相关的青年计划的配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方案之一 因为青年出国 那么很多都是大学刚毕业 研究所毕业 他们可能在人生的经验上比较不足 出国尤其需要我们外交部 或者住外单位的一个协助 所以我们除了24小时在全球118个馆处 提供24小时的一个手机的服务之外 每个馆处都有 就是半夜三点打也OK 你只要有极烂的情势 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同人 我们同人随时洗手间也好 出门上班任何时段 我们都可以决定 都接就对了 这是一个第一时间的服务的机制 那么更重要就是说 我们在外交部的网页上 设立一个青年度假打工专期 里面有所有相关的一应的事项的须知 还有各国的国情资料 交通法规也好 旅游资讯 还有你如果碰到不公平的待遇 你雇主没有给你保险 或是你的薪资被苛扣 你超市工作 甚至你受到骚扰 都可以透过一个申诉平台 来提供 来申请这个 第一时间的救济 你们说的这些困难 比如说被扣薪资 被苛刻这些的 或保险 实际上真的有发生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实际上好像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澳洲 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例 是的 澳洲基本上在这方面的案例是比较多一点 怎么说 因为澳洲是一个对度假打工完全开放的国家 目前大概跟全球三十几个国家 有类似这样的双边协议 那么台湾是他们很受欢迎的一个国家 所以台湾在全澳洲的度假打工 外国人数来讲 台湾应该是排名第二到第三名 所以目前大概我们预估 大概台湾青年朋友在澳洲度假打工有两万多人 两万五到三万人 别力很高 每年都这么多 对 就是因为数量这么多 所以青年朋友因为比较没有经验 我们想说应该有必要提供一些完整的资讯 跟很周延的服务 提供他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求助 或是一些咨询的一些功课 我们可以帮忙他们 但是如果他跟你们求助 你们可以怎么协助呢 比如说主要是以申诉来讲 我刚刚跟两位报告 还有跟听众朋友报告 就是申诉如果你碰到不公平的待遇 你可以透过这个申诉机制 来跟当地的相关的政府机关 提出申请赔偿也好 或者说一个权益的保障 那么代表处也好 我们的办事处也好 都可以提供你这方面的协助 所以你们是会派人去那边帮助他了解状况 然后帮他跟雇主来做协调是不是 协调我们没有那个权力可以介入当地的协调 主要是说你跟警方报案备案也好 或跟当地的相关的主管机关报案 当地的主管机关会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的证据 比如说你超时工作的证据 薪资单也好 或者是各方面 如果你是牵涉到打黑工 那么雇主基本上就已经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所以相关的机关会介入调查 那么如果他可扣你的薪资 相关机关当然会根据你 实际上雇主需要合复你多少薪资 把这个薪资归还给你本人 我身边有朋友蛮多人去度假打工 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当地如果真的生病了怎么办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他们 就是说最好的方法是要申请当地的医疗保险呢 还是说台湾的部分可以做一些什么处理 谢谢主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一再的对外宣导 就是说青年朋友出国 不管是青年朋友度假打工也好 或国人出国旅行 跟家人家族出去旅游 非常重要就是海外的保险 因为海外的医疗费相对都非常的高 澳洲你可能住个 你住个医院住个急诊室 可能十天半个月可能要一两百万台并 加拿大也很贵 像我从英国回来 英国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就是说希望 你在出国之前一定要记得 看看你的保险 除了国内的健保 我们强烈建议你要保留之外 你要投保适合的 不是只有旅游平安保险 因为旅游平安保险的限制是180天 一般的旅游是可以cover 可是如果你是到国外度假打工 最少一年 有些最长两年 好像英国跟澳洲可以到两年 那么你超过180天 变成将来的一年半或半年 是没有保险的状态 如果雇主又没有给你保 这个工作的保险 那你显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不管是职场发生意外 你在农场打工 剪断手指或受伤 或者是你出门开车 车祸意外 这些都需要保险来帮你 保障你最基本的权益 所以我们建议出国 除了国内的健保保险之外 度假打工的期间 也要跟雇主谈好 契约保险 要跟雇主谈好 对 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余 你到处玩的时候 到处去旅游的时候 你也要适当的保险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 你要购买适足的 适合的这个医疗 伤害医疗保险 这样你在国外的时间 就可以全程的涵盖 在这个保险的范围里面 了解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谓这个保险 就是指商业的保险 不是我们是说 我有健保了 健保在那里 不够不够 但是健保还是要保留 因为你在国外的医疗费用 回来根据单据 你在180天内 到台湾回来申请 那么你这个国内有健保 你才有这个资格提出申请 了解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除此之外 当然也有人担心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就学贷款 那要出国可能非要增加 我们有类似可以寻求协助的 或是说其他我们想要出去 会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地方 我们先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 进个结局的主角剧 雷哈娜 会为三年最强的版级 翻转乐坛 新秩序 称霸全球91国iTunes冠军 聊天天网 德瑞克跨刀合唱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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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兄弟本色 音乐 好的 马上再回到了用心过日子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 是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 副执行长兼外交部副发言人 李献章先生 刚刚我们在讲说 这个青年度假打工计划 那么外交部呢 当然我们也是要来 让很多的青年们 从18岁到35岁 如果你有兴趣要到 国外度假打工 也许一般来讲 是为期一年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不太清楚 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有些遇到的困难 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这方面 政府是有资源来帮助你的 很多人都不晓得 所以就吃闷亏 自己摸摸名字就回来了 你知道吗 不过李献章就说 我们如果很多人 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没有钱 钱不够 像我之前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说工作 我好不容易存了个十万块 我就想去澳洲 度假打工一年 我们说你这样钱不够吧 如果他想说 那能不能再有贷款 或什么借钱的机会有吗 有的 这个问题 对很多年轻朋友来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在教育部 他们青年发展署 建有一个专户 他们一个专案是 这个青年度假 这个叫做青年海外生活 体验专案贷款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学 或已经毕业 你都可以申请 那么一人以一次为限 我们当然他们也提供了 比如说中低收入户 比如说年收入 家里年收入在114万台币以下的 你可以免付 免准备30%的自卫款 但是一个人申请的上限 是以12万元为额度 所以不管你是进行 短期的自助旅行也好 但是最少要两个礼拜 自助旅行要两个礼拜 或者是游学 或者是度假打工 这两个最少是一个月为限 这三类的同学 年轻朋友都可以跟 教育青年发展署 申请这个助旅贷款 最高的额度可以申请到12万台币 12万台币 那么分五年瘫还 所以平均将来 譬如说第一年 你不算本金的话 这个大概一年 一个月只要付250块台币 很少 那么从第二年到第五年开始 加入本金瘫还的话 平均一个月 只要瘫还2600多块台币 OK 所以这是一个对年轻朋友 非常好的一个经济上一个自助 不会有太重的负担 对 那你也能够展现你自己独立自主 能够不要造成家庭负担 爸爸妈妈负担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是 所以这个项目 连自助旅游都含瓜在内 是的 也就希望说大家可以 其实多旅游对大家也很好 是如万卷书 正广见闻 是是是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刚刚当然我们一开始一讲说 定义叫做度假打工计划 那所以不是只有打工 还有度假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度假到了国外 也是难免要开车 要旅游 在行的方面 我们的驾照在国外都可以用 目前为止 过去几年 文化交部全体同仁 还有我们经济部 还有一些相关部会的一起合作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争取到全球 90个国家 跟地区 包括譬如说加拿大有8个省 澳洲有8个州 都给我们国人 是由台湾中华民国驾照的朋友 到国外去可以直接在当地不用考试 可以在当地用换花复照的 这个驾照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用在我们建立所换国际驾照 对也可以 我们是建议是说除了带着我们中华民国驾照之外 能够准备一个国际驾照 因为有些国家 譬如说澳洲来讲 它规定是25岁以上才能够互换驾照 所以你只要年龄在25岁以下的 你可能即使有我们中华民国的驾照 你都不能够开车 你一定要准备一个国际驾照备用 所以出国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个驾照都准备好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台湾的监理站办 因为其实我上次去换非常的快速 你可能在国外办的话 你语言又没有那么同 你可能要等 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要去 真的可以在台湾换 因为非常快速 现在线上按一按填一填资料 他叫你的号码 马上就发给你了 而且国际驾照是一般的期限是一年 那么我们互换驾照的机制 最主要是设计给在国外长期居留的一些国人 他需要在当外经商 求学也好 他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如果是短期旅游 区区一两个礼拜 或三三四个礼拜的朋友 我觉得倒不太需要 因为你牵涉到当地的交通法规 开车驾驶的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功课 那如果万一遇到比如说车祸 一些意外 也可以打电话找你们吗 当然可以 第一时间我们是建议朋友出去的时候 也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交通法规 先做足功课 那么到海外租车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当地的车况 租车的习惯 还有一些租车应该有的一些 应该具备要的尝试 那么如果发生意外 除了跟当地警方联系之外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因为也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住外代表处 或办事处 其实台湾每一年都有 在度假打工的人真的非常多 但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每次在新闻上看到 好像是澳洲会发生交通意外的比例 还是说报的次数真的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澳洲因为基本上它的国土太大了 台湾的256倍 人口跟台湾差不多 2300万 那么度假打工的年轻朋友 工作的地方 基本上都在比较偏僻的乡间 可能离大城市开车五六个钟头 所以他们出门一定要自己开车 或是朋友 大家三五成群这样 结伴一起租车 出外这样才有移动力 可是在你在欧洲打工的话 一般住在大城市 大概你住房子 大概你就靠大宗运输工具 就可以解决行的问题 所以租车的情况不太一样 澳洲相对来讲 比欧洲其他的国家 生活费要便宜一点 所以如果有很多的朋友 他想要再进一步多了解的话 我们是到脸书的粉丝 还是要到官网 到外交部的官网 我们外交部官网里面 有个青年度假打工专区 上面里面有所有各预议的资讯 然后我们也跟相关的部份 包括劳动部 交通部今晚会保险的 都有详细的内容 还有教育部 我们都有做网络上的联系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小派 派伟俊 全世界都掉起来 我们全熟每一刻的精彩 Oh Pay the network 梦中的梦想家 就爱贴你UFO 这就是我的时代